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RuP3 3家 今天要介紹的是 東京 大家來到東京一定會想要拍這個 大大的城市大景 但是可能會先想到 東京鐵塔啊 景風塔啊 六本木啊等等 但這些地方都要錢對不對 我們今天呢要接受的是完全免費的喔 帶你過去看看 Let's go 好 我們來到了 這邊你看好高喔 外觀 超高大 很壯觀耶 這邊好漂亮喔 我們趕快去上面看看 從上面看起來 到底是有多漂亮 48層樓的 東京都廳第一本社 我們選擇在南長 旺市眺望東京都景 這裡到處都是 Salarima 要通往45樓的電梯路口 要先通過安檢才能上樓喔 這極速電梯55秒就可以到45樓 在28年前已經算是非常快的囉 世界前七塊的電梯都是日本的品牌 對於在意時間的上班族們 這可是非常重要的呢 這邊建築的特徵就是它的天花板又高又圓又大 位於新樹的上空 鳥看這片城市 這些建築物就像個大玩具一樣在我的眼前 蔚然的天空 日本人 哇 林萬文智的東京景色實在是太漂亮了 然後這邊自己就好像變巨人一樣 整個那個大樓啊 都變成小小的像模型玩具一樣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這邊是南方的展覽室 它也有分南北 那因為南邊可以看到的建築物比較多 是比較推薦南邊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做交流 這個按下鈴鐺 我們有新的影片會通知你喔 Instagram 跟Facebook 就是有中日文在接受各種資訊 好 那其他類型影片在這邊 我們下集再見啦 在影片中文發展 我不按讚 感谢观看